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9月13号第二次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了 美国政府9月13号确定大幅度上调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许多关税将于9月27号生效 包括对中国的电动车增收100%的关税 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增收50%的关税 对钢铁铝电动车电池这些关键的基础产品都要征收25%的关税 虽然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几乎不存在 但是美国使用中国电动汽车的锂电池接近7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所以对中国电池制造上这个打击还是巨大的 虽然说这一次美国针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范围比较小 只占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的4%左右 但是受影响的都是中国最有前途发展的高科技产品 等于就是掐断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未来 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北京怎么样来回应这一次美国发起的第二次中美贸易战 在2018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北京的态度非常强硬 号称中国不是下大的 当时北京放很话说 中方不会挑事 但也不会任人挑事 一定会坚决应对中国人办事历来说到做到 当时北京号称要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制 对美国的大豆这些农产品也加征高额关税来反制报复 那么这一次北京如何应对美国发起的第二次中美贸易战呢 现在北京的主流媒体没有进行任何的报道 一般媒体就是引用美国之音的报道 说是美国政府在9月13号确定大幅度上调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包括将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百分之百 不过这些也只是单纯的报道 没有任何的评论 今天9月14号上午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习近平越是强调自信 其实就越凸显出他没有自信 现在习近平的自信要比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那是要差很多了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 习近平还是胸有成竹的威胁美国说 中国要对美国以牙还牙 在2018年4月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时候 习近平对他们说 西方有个说法 如果别人打你左脸 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 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会以牙还牙 可是现在面对美国的第二次贸易战 习近平是不敢正面回应的 只是在大会上打喊口号 什么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习近平越是喊自信的口号 就是越没有自信 可以说现在习近平的自信基本上已经清零了 完全没自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这里看一个极为荒唐的新闻 在9月12号 在北京国防部举办的香山论坛上 北京军事科学院前院长何雷忠将 向前来参加香山论坛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伴施灿德 赠送了一幅中国的书法条幅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何为贵 何雷表示说呢 何为贵是我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 我们的国防政策也包含何为贵的思想 北京的将军向美国军人赠送何为贵的书法条幅 实在就是太荒谬 因为这个书法条幅它是挂在墙上的 军人的办公室的墙上 怎么能挂一个何为贵的条幅呢 这完全不符合军人的形象 我们看解放军办公室的墙上写着 做一个大无畏的人这样的励志的标语 解放军的将军肯定不会在自己的办公室 来悬挂一个何为贵的书法条幅 因为这和军队和军人都是太不般配了 既然解放军的将军不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悬挂何为贵的书法条幅 那么这次解放军的将军向美国军人赠送这个何为贵的书法条幅 那就是别有用心 就是想要讨好美国 表示北京想跟美国讲和 而且这次北京赠送何为贵书法条幅的时机也是非常的荒谬 从9月9号起 美国众议院开启了一周的中国州密集表决素实项和中国有关的法案 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华妖风 通过制裁北京的法案多达25项 在美国强力打压北京的时候 北京不但没有反击抗议 北京的军方却让美国军人还要征送一个何为贵的书法条幅 那不简直很荒唐吗 在美国激烈打压北京的所谓反华州的时候 北京不但没有反击报复 反而向美国表示要何为贵 那等于就是要投降嘛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习近平的自信已经降低到了零点 根本不敢对美国进行任何的反制报复 美国方面的报道也说 为了抗衡来自中国的威胁 本周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大约30项针对中国的法案 近年来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 所以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的时候 要牵制中国的议题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必须要顺应名义 要打反中国的牌 而且面对美国密集打出这么多的反中牌 北京也是无力反制报复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也非常的差 太差了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 美国的经济形势依然良好 而中国的经济却每况愈下 这也足以看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根据北京自己公布的数据 中国8月份新房价格同比下降了5.3% 创9年来的最快跌幅 尽管北京出台了各种提振支持房地产的政策或者措施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依然非常的低迷 连续14个月下滑 投资和销售都持续的萎缩 根据北京自己公布的数字 中国8月份乘用车国内销售量174万辆 同比下降了9.4% 其中传统的燃油乘用车销量79万辆 同比下降了34% 如此大的降幅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这就表示中国人是尽量的节衣缩食 尽量不买汽车这样的大型耐用商品 而且房地产和汽车的销量下降 就导致了上游的钢铁企业也出现了生产过剩 钢铁企业严重亏损 根据北京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8月份中国的钢铁产量骤降 同比下降了10% 这是自2017年以来 8月份的产量最低的一次 这也加剧了中国钢铁业的整体下滑 据北京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 增速放缓至5个月来的最低值 而且零售额和新房价格都进一步的走弱 这就表示出中国的经济在进一步的下滑 远远没有跌到谷底 而且这个谷底也是深不见底 是越跌越快 据北京海关的数据 今年8月份中国进口增长了0.5% 远低于一般预期的2.5%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指出 因为海外的经济还算比较稳健 注意中国8月份的出口还可以 进口远低于预期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内需太弱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 中国的经济现在完全是依赖出口了 内需已经完全崩溃了 现在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信心已经跌到了最低点 在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额同比下降了29% 外资在中国的盈利更加困难 在中国以外的盈利空间已经超过了中国 而且未来这个趋势还在增加 所以欧盟商会警告说 中国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今后外资不会再考虑投资中国 而把资金投到更能盈利的地区 不仅是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 习近平对自己的自信也是降到了最低点 现在习近平除了不停的高喊自信的口号之外 他的行动是越来越少了 他是越来越躺平不管事 这就是说明习近平他自己也失去了自信 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面对美国发起的第二次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已经不顾面子了 完全畏缩不敢应战了 这样就让美国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打压中国 这样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速度 必然就更加的要加速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